刚才有老师说 你们都是小矛盾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没有一件事情 是可以原谅的 喝完了酒 不接女朋友的电话 她的电话不是在监控你 在监管你 是在关心你 你去把她的关心 当成对你的刁难 对她大发脾气 她的猫死了 可她对你看来 死的只是一只猫 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 她的价值的 但对她来讲 但是她陪伴了很多年的 她的一个亲人 她很伤心 她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 你的慰藉 而你却选择了 精苗淡血 不就是一只猫吗 大不了再买一只更贵的 还有 别人提了她的箱子 她受了欺负 这个时候 她不是要听你讲的 一些没用的大道理 她要的是 我的男人在哪里 她好意 为了讨好你的父母 为了巩固你们两个人 之间的关系 下厨 为你父母烧菜 哪怕是真不好吃 也不应该当她的面说出来 她好不好吃 不重要 她需要你的肯定 需要你的支持 这很重要 你看你刚才 在台上的态度 好像对于你们两个人的 未来的生活 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中 为什么她的人生 需要你来计划 难道她没有权力 去自己计划计划吗 今天站在台上 非常理直气壮 道理都被你一个人讲完了 家是讲道理的地方吗 家是讲爱的地方 你现在给她的爱缺失了 你讲这么道理又有什么用 刚才女生说了一句话 叫愿得一人心 白手不相离 我相信就这句鸡汤 坑了你八年 白手不相离有个前提 那叫遇到对的人 如果你遇到的是一个 三观不合的人 如果遇到的是一个 天天在折磨你 伤害你的人 那你不觉得 离开也是一种及时止损 也是一种智慧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